因為是停賽 原本上不了 所以居中應該是由岩寶先來 而右邊應該是會 因為這個對手是一個很重要的 爭前線的對手 所以這場球對於AC-米蘭人來說 他形容為一場生死戰 以及也要提醒大家 這個球先看看 因為隔著一個人 有一點勁勁撅下去的嫌疑 如果你說在 他是一米 整成兩米高的一個門將 敵達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因為如果他只是踢三個後衛 他是居中那個 這篇分析 大家可以利用一下 這場型格幕其實在一場賽事裡面 都會不停地出現高峰 好 看看這個佛球差就頂到了 哎呀 漢丹 盧維爾其實今天也是一個 就是有點緊張的情況出現 好像這個樣子 其實他的重心向後 跌進龍門裡面 幸好就是他落手的時候 他人都還以為球形式 都喜歡在較為中間 正選就像出現的時候 他們這樣 西維爾的艾華斯 好 看看這邊 那邊 龍牙刀 就是一直步 然後也不會動我吧 也不錯吧 這個成績 最怕的就是 可能是有點悶的感覺 這邊的龍牙刀射球 哇 撞柱點出來 加不加了腳呢 斯多夫 厲害 龍牙刀就是 不明則以一名驚人 這些是他的特點 你不要看他肥 總之他一加速一發力 這個球真的很厲害 看達鱸魚有點混 因為腳尾撞柱點出來的時候 扭到他的 彈高了 跟著斯多夫 埋著他那一腳 其實就 有一個球的敵夫 抹順之下 右腳以為射不是 再給他旁邊 哇 這腳右起下的射門 都是非常之厲害 包括有一個單門柱 移一下移一下 比球那一刻 最大機會就是平排 現在落牙度 九九金 99號 嗯 這球呢 炒成的國 其實門長呢 雖然是近傳 也不是容易救的 但是其實今季就會退休 這樣的 而卡虎其實也有一把年紀了 至於廢華里 其實這個球員的運數 又不是認真搶鏡那種 事實上今季 在斯米蘭 很多時候 的確 現在目前是說在世界球壇 幾個包裝 好像足球啊 其實各種東西 這個銀豪仙尼 今天呢 他就是中場 吊 又要耐心一點 看看旁邊 幫幫他 所以不會都是控球在腳 接著呢 再抖回到中間 哇 看看 拿到一袋了 看這球 真的很精彩 是0比0的平手 就是鏡頭下方 137 60 60 26 26 塞過呢 就是58球 看這個變了 斬回來呢 看邊路 那個加速之後 哇 突然在這裡 看得來救到 接著再走那麼多腳 這邊呢 看到朗拿獨 第一腳都是射到 聽到那些音響效果 那時候說 他們兩隊的 在湘湖之間 64場的比賽裡面 入球數就是 112對58 而說到呢 單純呢 烏天尼斯作為主場 打完這一輪之後呢 球隊是會 重新又再 會對第二次的了 所以看看這場球呢 在這麼關鍵的 半程的 最後一場呢 那斯米蘭 有沒有機會呢 能夠是 拿到一些 優球員 都效力過呢 這個佩露架 好多的 進了禁區裡面 哎呀 這個球呢 好啦 這邊又拿順了 斯多夫 再彈前 咦 這邊聽到響雞的 原來說 說羅拿瓦到 比那一刻 哇 真的很準 半決 大家出來 反而下半場 斯米蘭 看來那些空位 好像多了 這邊卡卡拿順 大家沒機會了 轉到 那種位 那邊呢 那邊呢 韋根對著 外環盾的比賽 打完啦 也都分出了勝負 那大家想知道 那些具體的比賽情形呢 留意一下 這一場 意甲都不看啦 直接都有後眼地 鬥過來 給這個杜辛娜 就是拿到的 意甲貴軍 97-98賽季 貴軍 而04-05賽季呢 他們拿到呢 就是 冠軍杯的入場圈 還有那種當下 來 你 那到的 他就說 火線放得差不多 對啦 剛好就拿著球 好像有些 技術動作 有點走樣了 再看上半場 看看轟門柱的腳 嗚 這一下 啊 出回來呢 幸好也沒有撞 好